全國外國教育上官的演武 一百十一年度 教育部中立國民中小學 推動外國教育學校 團體和個人評算先集出來了 中華館隆重站在自己的中央 中央的所謂是全國第二名 中華館政府 今天班長標用外國教學校和外國的推手 感謝他們對中華館外國教育付出 中華館政府 為美班長和在地教育部 外國磐石講的學校和外國推手 大約會主 恭喜黃國創校長領軍 陳奕奎主任 看齊是林生當中最好的道主 只要你想要學好地學 最快的方式就是假托車 一百十一年度教育部 國民中小學推動外國教育有好好 團體和個人評算先集在日前公佈 中華館分配在兩項 外國磐石好好唱 跟十項外國推手唱 中華館是出中華館 在推動外國的經驗先好 所以廣護套貴基板標用瓦東 感謝好好跟各領 中華館跟特教友的付出 章話憲 我要在這邊再次謝謝校長老師們 對於我們教育力提升至不宜於利 那我們在一百一十一年我們的這個月讀磐石獎 總共融獲了十二個獎項 有兩個磐石學校還有我們十座團體跟個人的一個獎項 那因為上個禮拜我們的教育部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也沒有這個公開來表揚 我想這個我們也藉由這樣的一個場合來謝謝 再次的謝謝我們所有的校長老師們 對於我們孩子們教育的一個付出 我們雖然沒有六度的一個資源 但是在老師校長們的一個用心 我們的卵實力很堅強 那章話憲從這個磐石獎開始到現在 總共有一百二十七座的一個磐石獎 那再再謝謝校長老師們 對於我們學校的特色不斷的這個用心 那新政府這邊包括我們書服閱讀 包括我們的這個圖書館的一個整建 到現在目前也有九十幾座的一個學校也完成了 那後續我們會繼續努力 讓孩子們有更好的一個閱讀空間 在這次當中的學校當中 學大國中也因為推動跟土耳工來做 學校表示 學大國中因為是平安學校 所以好好推動跟土耳工 讓學生可以在同學當中 可以有不同的使用 花糖國中因為位於彰化線的一些平衡學校 所以我們為了突破過去傳統的一些教學 所以我們就從多年前開始聖根閱讀 那首先我們在三四年前 就成立了一個所謂的社區共讀站 然後增加了環境的一個設備 那近幾年我們配合政府的108課綱 那我們在課閱讀課程 也推展了閱讀課程 那最後我們在發展一些多元的創意的一個閱讀的活動 讓同學學得也會更有信心 除此之外我們也有獲得閱讀推手個人獎 那讓閱讀深耕於校園環境 那我們今天可以得到這樣的榮耀 是實至名歸 章話館這副中心跟特教友 連結社會主委和全看道理經費 成立後36個英文愛的創侯 跟改成55間好好的道書館 應得好好思想道理和特 鼓勵的親自共討 搭著章話館成為一個全萬出現的文化大館 新中華新聞白面林中華 蔡宏保德 前校角 二里正